自01-04-10頁 14-01-04-10頁 憑政分局第一筆預算一般行政行政管理 預算金額3億2367萬6千元 頁次10到12頁共3頁從第10頁開始審查 各位議員 那憑政分局第10頁有沒有問題? 沒有 過 第11頁有沒有問題? 沒有 過 第12頁有沒有問題? 沒有 過 接著警政工作 預算金額2432萬5千元 頁次13到17頁總共有5頁從13頁開始審查 好 第13頁有沒有問題? 沒有 過 第14頁有沒有問題? 沒有 過 第15頁有沒有問題? 沒有 好 請黃敬平議員 沒事啦 不要緊張 我對預算沒有特別的意見 局長 但是那個 因為憑政分局嘛 我們自己的分局我要站起來關心一下 別的分局像中立分局啊 各個桃園分局啊 交通大隊啊 我都很想關心一下 但是憑政分局啊 陳如本席一直跟局長的反應 像這個 呃 我當然幫我憑政分局講一下話 但是其他的分局我也覺得你們的汽車養護費用 包括之前已經發生這個有遠景不幸運功殉職的狀況 我是希望在明年度你們可以卓量多變一點 這個副市長 我也請那個副市長跟市長幫忙一下 這個我們警察局的局長啊 像因為這種 我也跟這個分局長都有請教過 這個有關於妥善率的問題 因為警方跟國軍一樣都是同一線的這個戰鬥部隊 所以他的警情裝備立即可用 這是最重要的 所以裝備的妥善率 我看到這個第16頁 他這個車輛公務器具的這個養護費用啊 我知道警察都按照規定 包括警政署每年半年都檢查一次 裝備檢查是非常的嚴格 但是因為在發生事情之後 保養維護預警機制跟鑑定機制跟未達里程 還有里程數已達了這個提前的淘汰機制啊 這個維修費 本席希望市政府能夠在這個費用養護啊 協助我們警察局 該汰換的就汰換 我想這應該的 公務預算其實必先立即棄喔 好不好 這個警用的巡邏車 這個警察局他很客氣 很保守 因為員警他不好意思 但是我在這邊幫各個分局請命 還有幫我們市警局 能夠增加他們的裝備妥善的維修預算 還有包括他的汰換預算 或者他的這個保養的這個年限能夠降低 讓這個警察的這個使用裝備 巡邏裝備能夠提高他的安全性 這個是最重要的好不好 所以我建議明年你在編 下一年度的 我不是說現在的是明年 我說明年在編後一年度的 那局長你就不要客氣跟這個市政府 如果市政府不支持你 跟我們議會議員反應 好謝謝 今年我們 明年我們編1,774萬8,865元 那我們在107年 我們會跟市長報告再增加 再麻煩 好局長謝謝 好謝謝黃靖平議員 我們現在第十五頁有沒有問題 沒有 過 第十六頁有沒有問題 沒有 過 第十七頁有沒有問題 沒有 過 以上是憑政分局預算審查完畢 接下來楊梅分局請各位翻到十四之零一之零五之十一頁 十四之零一之零五之十一頁 楊梅分局低比預算 一般行政行政管理 預算金額三億一千六百二十二萬 月至十一到十三頁總共有三頁 從十一頁開始審查 好楊梅分局 第十一頁各位同仁有沒有問題 過 第十二頁有沒有問題 過 第十三頁有沒有問題 過 過 接下來警政工作 預算金額四千五百三十萬八千元 月至十四到十九月 總共有六頁 從十四頁開始審查 好 第十四頁有沒有問題 過 第十五頁有沒有問題 過 第十六頁有沒有問題 過 第十七頁有沒有問題 過 第十八頁有沒有問題 過 第十九頁有沒有問題 過 好 以上是楊梅分局預算審查完畢 接下來歸三分局請歸翻到十四之零一之零六之十頁 十四之零一之零六之十頁 歸三分局第一筆預算行政管理 預算金額兩億七千三百六十四萬 月至十到十二月總共三頁 從第十頁開始審查 好 歸三分局 歸三分局 第十頁有沒有問題 沒有 好請陳志摩議員 分局長 歸三分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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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撫序的部分 我們盡量來爭取 那警察局長您講 謝謝陳議員的關心 我們會由這個 我們同仁的最有力的方向 因公殉職這個部分來爭取 那撫序是我們 市政府這邊撫序還是中央撫序 這當然撫序均是由市政府這裡來支付 但是要報請中央來核定 那中央另外也沒有撫序啊 中央像警政署都有一些保險金 我們會爭取最有力的 其實你們那兩位警員 他們精神是可嘉的 稽而不捨 那就是有時候我們在執行上面 就是你們在教導上面訓練上面 就是要稍微拿捏一下 跟譯作報告我們在任何的會議 我們都有提醒 那我想這兩位同仁 他是基於這個責任心跟使命感 對 最重要是這個 因為發現可疑啊 他一定是全力來打擊犯罪 對 那我們也希望就是 對於他們這個女警員 這個撫序方面 不管是地方還是中央 一定要替他們爭取最高的這個福氣 好不好 好的 謝謝議員 謝謝陳志摩議員 好 謝謝陳志摩議員 過 第十六頁有沒有問題 有 好 請蔡永芳議員 好 謝謝 我想要了解一下 我們第十六頁 這裡有一個那個 承接各區公所 一百零三年度 以前簽訂的那個 監錄系統的租認合約 我們接他們過來對不對 然後請教一下 剛剛在桃園區的有 龜山區有 其他區不知道有沒有 我們到底有幾個區 有這個租認識的 跟那個 我們有接了幾個單位 跟一座報告 當時的鄉鎮市公所 他如果沒有參與建制的 我們就沒有 沒有辦法承接 因為他沒有 那有 這個承接的是那個租認識的嗎 租認識的 那當時升格之前的鄉鎮市公所 他們有參與的話 才有這個租金 那我想請教一下 很多禮辦公處自己裝的 以前裝的那個嗎 是 我們有承接嗎 那個是 由這個民政局 由各區公所來承接 他們的修復的費用 是用這個禮的基層辦公費 那如果說已經不堪用 他報請 那個等於 報廢以後 那會通報我們 然後來建制 國長我請教你 這個主任是 因為我們承接之後 後面所有的系統 都由我們那個 這些警察單位 都我們自己看在那裡查 還是說他的租金 同樣放在辦公室 那個整個由我們來管理 由我們管理 是 因為租認識 那個整個機房 是在中華電信的一個機房 把中華電信機房做的 是 我們跟他租認的 是我們跟他租認的 是 等於說以前這區公所業務 播過來的 對 對 那現在如果說以前鄉鎮市公所沒有參與這個租認識的一個建制的話 那目前我們是全力那個加強這個補這個空隙 我們希望在107年的10月份以前把所有的建制完成 因為看那些區現在團區跟區三區有倒 正說吉他區沒有倒的部分就是加強去裝設就對了 對 以前是因為看鄉鎮市長 他如果有參與 有一些鄉鎮市長他不參與 是 好 謝謝 好 謝謝你 謝謝 好 謝謝蔡永鎮議員 我們請陳志摩議員 那個局長我再請教你 連續我們蔡永鎮這個問題 是 當初我們歸山相公所 我們有編預算 給你們我們就是這個天羅帝王 對不對 那現在當初我們在建制天羅帝王的時候 我們警察局有跟我們承諾 就是說我們是第一階段 設置嘛對不對 是 那另外就是我們還會有第二階段 就是第一階段好像試驗性質的 就是說我們到時候要看 看說哪裡有不足的有沒有 那經過這麼久的時間之來 你們從區公所或者是個離 上報的這個資料裡面 我們是不是還要再補充呢 有 我們逐年都有補充 但是就是說沒有參與租賃式的 因為他們全面缺乏比較多 沒有 我講歸山而已 歸山有每一個都有 沒有 現在那你現在陸續會再補是不是 會 那今年有沒有補 有 每年都會有 只是數量比較少 因為有一些沒有建制的 當然我們會要在適當的地點 我們不是說百姓說 哪個地方要裝就要裝 我們要經過判斷的 對啊對啊 確實其他地方 我們還是要補 一定會有 會 謝謝 謝謝 好謝謝陳志摩議員 第十六頁有沒有問題 過 第十七頁有沒有問題 過 以上歸山分局預算審查完畢 接下來八得分局 八得分局的預算在 十四之零一之零七之十頁 十四之零一之零七之十頁 八得分局第一筆預算一般行政行政管理 預算金額兩億九千一百七十六萬四千元 夜次十到十二頁總共有三頁 從第十頁開始審查 好八得分局喔 第十頁有沒有問題 過 十一頁有沒有問題 過 第十二頁有沒有問題 過 接下來警政工作 預算金額兩千兩百七十三萬九千元 夜次十三到十七頁總共有五頁 從十三頁開始審查 好 第十三頁各位同仁有沒有問題 過 過 第十四頁有沒有問題 過 第十五頁有沒有問題 過 第十六頁有沒有問題 過 第十七頁有沒有問題 過 以上八的分局預算審查完畢 接下來大西分局 大西分局預算在十四之零一之零八之十一頁 十四之零一之零八之十一頁 大西分局第一筆預算一般行政行政管理 預算金額三億兩千五百六十萬六千元 過 大西分局總共有三頁 從十一頁開始審查 好大西分局第十一頁有沒有問題 過 過 第十二頁有沒有問題 過 第十三頁有沒有問題 過 接下來警政工作 過 大西分局的預算審查完畢 接下來大圓分局 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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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頁有沒有問題 過 過 第十六頁有沒有問題 過 過 第十七頁有沒有問題 過 過 過 好 請由吳合議員 謝謝主席 我請教一下 我大概蓋起來都很久了 有的都很久 那曹英跟新坡派出所 他們經評估裡面 這個比較屬於 你看後面的那個地大概都有點下限 那我們有評估過 所以 像新坡今年就編了四百七十萬 那曹英就編了一百五十萬 為了讓他 但是還可以住 可是還是要再補強的工程 大概要一百五十萬 曹英 好 我對這筆經會 我沒有意見 我只是 我心裡想說我們曹英派出所 在我們曹英派出所這邊 他的轄區裡面 包括北港南港的部分 其實我們南港的客運園區 他現在正在活化 那邊可能會往後會比較發展 那有沒有考慮說把曹英派出所 這個地方 他是屬於比較偏僻的地方 把他移植到我們那個客運園區裡面去 看有沒有辦法取得用地 然後把他移到那邊去 那邊往後的人口會比較密集 有沒有朝向這個目標來發展的可能性 游議員這個意見非常好 那我們會納入考量 我們積極來爭取 好 我們慶寫評估看看有沒有這種可能性 是是 好 謝謝 謝謝游可議員 第十八頁有沒有問題 過 以上大學分局預算審查完畢 接下來榮臺分局 榮臺分局的預算在十四之零一之十之十月 十四之零一之十之十月 榮臺分局低筆預算一般行政行政管理 預算進了兩億四千一百五十一萬兩千元 夜市十到十二月總共三月 從第十月開始審查 好 榮臺分局 好 榮臺分局第十一頁有沒有問題 過 第十一頁有沒有問題 好 請徐一樹議員 其實今天 多數的議員都是來支持警察局的啦 尤其我們那個蘇議員 蘇嘉敏議員 但是我還是要講一下 因為現在講到龍潭分局 警察局長 我想這個 我是主要還是針對龍潭分局 好不好 第一個 我們現在這個圍捕 圍捕 現在因為大家全民都在打擊犯罪 所以已經是共識了 那因此都支持警察去圍捕 包括這一些 這個酒駕的逃逆的 包括一些毒販 包括一些現行犯 圍捕 但是拜託警察局 圍捕 這是一個很高深的學問 多訓練一下 怎麼圍捕 對不對 我發現你們現在的圍捕 就是打一把槍 去敲那個玻璃 要把歹徒拉出來 也是用那把槍 那是很危險的 雖然大陸 他經常都土法煉鋼 但是方法不錯 鐵棍 下車直接把車砸掉 把人拉出來 你們用槍托去打 萬一走火怎麼辦 而且你們最近開了三十幾槍 開槍是法律授予你們的權利 但是我覺得這種開槍 對自己同仁也是很危險 這種方式 所以你圍捕的話 車子要讓他停下來 你要採取其他的 有用網的 去纏那個輪胎的 有用雞爪釘 這些都要用 不要只用那一把槍 我認為這樣不大好 第二個 辨識型的監視器很重要 希望多採購 因為桃園是一個都位區 到了龍潭 新屋 陽梅 大園 觀音 這些甚至復興 都會成為一些歹徒 逃穿到家區的 郊區 的一個方向 會往郊區移動 因此辨識型的監視器很重要 辨識型 他會辨識車牌 台南就有做了 你可以去觀摩看看 再者派出所的這個摩車 多數用國家納稅的錢買的 你們的車子是停在外面 刮風淋雨的 我已經講過很多次了 到現在還是這樣 希望你撥一點錢 甚至錢不夠 請議員來支持 我認為都不會有問題啊 為什麼我們的摩托車 都一定要在外面淋雨咧 難道你要穿雨衣的時候 你不需要在室內嗎 好不好 拜託 還有就是我請教你 我們現在的所有的警車 警戶車 就是轎車真房車 有沒有安全氣拿 都有 這個規定的配備都要有 確定喔 是 好 謝謝 好 謝謝徐宿議員 請張兆良議員 來 民事長 想要龍南分局 本系比較關心 就是那個深庭路路口 跟乾塵路路口 那部分有沒有 這個部分要拓寬 那市長也非常幫忙 那我想說 那個副市長 這個部分 當然跟警察預算沒有關係 本系要再利用這個時間來講一下 就是我們這個農潭分局要轉進去 那瓶頸路段有沒有 是不是說在今年度 明年度106年度 趕快來規劃 讓我們農潭分局 有個比較好的出入口 可不可以 議員長 這部分你要跟市長 多大力來爭取 我們要請公務局跟檢察局 就這個平潭的 請公務局新公署來研議 趕快來 趕快把它拼寧到 把它拓寬 好不好 讓我們農潭分局 不要藏在那個巷子裡面 幾乎民眾洽工也找不到 警車出入也不方便了 這部分市長有答應 這部分你們要積極來規劃 然後找新公署來研議 好不好 好的 我們積極來辦理 謝謝 好 謝謝張紹良議員 第11頁有沒有問題 過 第12頁有沒有問題 過 接下來警政工作 預算金額2397萬6千元 月次13到17頁 總共有5頁 從13頁開始審查 好 第13頁有沒有問題 過 第14頁有沒有問題 過 過 第15頁有沒有問題 過 第16頁有沒有問題 過 第17頁有沒有問題 過 以上農潭分局預算審查完畢 接下來如主分局 如主分局的預算 在14-01-11-10頁 14-01-11-10頁 如主分局第一筆預算 一般行政行政管理 預算金額2億2967萬6千元 月次10到12月 總共有3頁 從第17頁有沒有問題 過 11頁有沒有問題 過 12頁有沒有問題 過 接著警政工作 預算金額2671萬6千元 月次13到17頁 總共有5頁從第13頁開始審查 好 第13頁有沒有問題 過 第14頁有沒有問題 過 過 第16頁有沒有問題 過 第17頁有沒有問題 過 以上如主分局預算審查完畢 接下來我們審查保安警察大隊預算 請各位 翻到14-01-12-7頁 14-01-12-7頁 月次9到12頁總共有4頁 從第9頁開始審查 好 刑警察大隊的預算 刑警察大隊的預算在14-01-13-09頁 14-01-13-09頁 刑警察大隊第一筆預算 一般行政行政管理 預算金額1億6623萬3千元 夜次9到第10頁總共有2頁 從第9頁開始審查 好 刑事警察大隊第9頁有沒有問題 過 第10頁有沒有問題 過 接下來警政工作預算金額3754萬7千元 夜次11到17頁總共有7頁 從11頁開始審查 好 第11頁有沒有問題 過 第12頁有沒有問題 過 第13頁有沒有問題 過 第14頁有沒有問題 過 第15頁有沒有問題 過 第16頁有沒有問題 過 第17頁有沒有問題 過 以上 刑警大隊預算審查完畢 接下來 交通大隊 請各位翻到14-01-14-13頁 14-01-14-13頁 交通大隊第一筆預算 一般行政行政管理 預算金額3億4165萬8千元 夜次13到14頁總共有2頁 從13頁開始審查 好 交通警察大隊第13頁有沒有問題 過 第14頁有沒有問題 過 過 接下來警政工作預算金額 1億7662萬2千元 月次15到26頁總共有12頁 我們從15頁開始審查 好 第15頁有沒有問題 過 第16頁有沒有問題 過 第17頁有沒有問題 過 過 第18頁有沒有問題 過 喔 對不起喔 第幾頁的 18頁 那請你 請你做 好 不好意思喔 不好意思 但主席沒關係 我不是對預算有意見啦 好 請黃建議議員發言 溫大隊長 還有這個 我們李局長 本席是建議啦 我上次有在那個議會有提到那個有關於這個罰單的交際的問題 當然這跟各分局也有關係啦 那我知道你們按照規定這個三個月都不算預期 但是因為民眾的觀感會特別在乎說 因為他收到第一張罰單跟收到第八第九張罰單 因為之前有一些狀況就是在中立分局啦 但是我相信中立分局也沒有超過那個時間 但我希望建議這個局長跟隊長回去以後可不可以研究一下 在這個罰單交際的時間 你可不可以再三個月再縮短一點 或是一個月兩個月內 當然這個涉及到你們各個分局的交通組的同仁 那當然甚至交通大隊如果還有一些委外的廠商 這個你們也可能要督導一下廠商的這個時效性 就是說讓民眾在收到第一張罰單 他就知道他違規了 然後讓他除了繳交罰款之外 還有時間改正他的錯誤行為 不要到這個這個第一張罰單 一直還沒收到的時候 這個時間一拖拖長了 拖了一兩個月 雖然還在你三個月以內 可是他可能過了一個月好幾個禮拜了 結果他已經不知道他這個違規停車或做什麼 他都違規了 然後一再的第二張第三張第四張第五張又收到了 就變成失去了那個 教導民眾去叫化改善他 在這方面能夠讓他循規道舉 不要再違規那個事情 所以我是建議說你那個時間 交際的時間能不能就是研議把這個兩個月三個月 再縮短一點快一點 在督導各個分局交通組 還有我們交通大隊 跟這個所有的這個 你們如果有委外的廠商這個交際的時間 把它能夠再人性化處理一點好不好 你們回去研究一下 謝謝一座的提醒 我們這個時效的方面 效率的方面我們會加強要求 因為重點是讓他趕快收到罰單 趕快知道他違規了 他知道他以後才不會再同樣 重複做同一件事情 然後又因為收到累積好幾張 才會碰到 這是根據我之前處理這個 選服案也是中立分局協助 這個分局長和九州大隊長也協助的 執行在處理這個民眾的這個反應 陳情也很順利 謝謝分局長跟這個我們大隊長 所以這個建議本席提出來 請這個局長回去研究參考一下 好不好 好的 謝謝 謝謝黃議員 第19頁有沒有問題 過 第20頁有沒有問題 過 第21頁有沒有問題 過 過 第22頁有沒有問題 過 第23頁有沒有問題 過 第24頁有沒有問題 過 第25頁有沒有問題 過 第26頁有沒有問題 過 以上交通大隊預算審查完畢 接下來審查少年警察隊預算 少年警察隊預算在14-01-15-6頁 14-01-15-6頁 少年隊第一筆預算一般行政行政管理 預算金額4917萬4千元 夜次第6頁到第7頁總共有2頁從第6頁開始審查 好少年警察隊喔第6頁有沒有問題 過 第7頁有沒有問題 過 過 過 接下來警政工作預算金額478萬2千元 第8頁到第11頁總共有4頁從第8頁開始審查 好第8頁有沒有問題 過 第9頁有沒有問題 過 第10頁有沒有問題 過 第11頁有沒有問題 過 好請范剛翔議員 謝謝主席喔 我想這個少年警察隊的工作是很辛苦喔 不過現在小朋友的狀況真的很多 所以呢我在這邊特別呼籲我希望能夠注意一些齁 治安比較不容易注意到的地方的安全維護的問題 因為我最近齁聽到選民的陳情這個地點在哪裡呢 在清溪國中後面成功路2段第181項 那邊有一個所謂的區公所所掌管的這個綠道綠帶的部分 那麼晚上的時候有一些桃園農工這個學生放學之後會在那邊聚集 請注意一下因為那個地方比較僻靜一點 那我想今天在審議算的時候特別對這個問題提出來 順便請這個少年警察隊注意一下 好謝謝 好謝謝范議員 第11頁有沒有問題 過 黃婉如議員不好意思喔 請黃議員發言 少年隊喔 那我現在到底是不清楚喔 針對少年事件的話是 要請制服的警察先處理 還是要請你們少年隊先處理 因為你們每次都給我的答覆都是 你找派出所就可以了 那我不知道你們的工作只是在運動會的時候 每個學校運動會的時候 穿個少年隊的背心在門口晃了晃了 這就是你們的工作嗎 平常的事情就是去找地方的派出所就可以了 是不是 是 報告益作 謝謝益作的指導 那我們本隊的主要目前工作是少年的防阻事件 那當然在派出所的部分是屬於一般的刑事案件 那所以我們在接受到受理案件的時候 那我們會麻煩派出所同仁先做初步的處理 那如果說是屬於少年事件刑事案件 那我們再予以再做協助派出所的部分 那有關於這個校慶安全維護的部分 因為派出所 好 我跟你講 隊長我希望你們能夠把工作劃清楚 劃分清楚 不要覺得少年隊是高不可攀 你們到了九點鐘 晚上九點就要急著要下班了 那個西門公園西門停車場棒球場那裡 晚上聚集的一些年輕人 你們就趕著九點多要下班 叫也叫不動 是不是 你要知道那個晚上改裝車 還有少年在那邊 剛好夜校放學 真的互相兩邊在那邊教育 那個都不是你們的事嗎 你們也沒有興趣去了解一下嗎 還有一些成年人拿了手機 或者拿了不知名的東西 請這些年輕人抽菸 然後手機給年輕人 請問你他沒有利害關係 他不是他的父母 他可以拿那個手機給他嗎 是不是 所以我希望真的少年隊 你們不要在整個警政系統當中 你們掛名的是 很有這個時代 很有時代的那個什麼使命 很有這個使命感 我也希望你們能夠實際的 能夠下去做 為我們的社會 為我們這年輕的一代 能夠做一些事情 謝謝議員指導 那到底是 到底這些少年的事件是 我要找派出所還是要找你們 跟議座報告如果 你跟我一個答覆就好啦 如果說還是叫我找派出所 我以後絕對不會再找少年隊 然後少年隊就是籠子的耳朵掛著好看的 好不好議座可以先打到我們少年隊來 我們來給議座來做服務 以及其他的民眾做服務 然後你們再來判斷一下是不是 是的 是的 我告訴你 以後少年隊改成少年 好我們繼續 第十一頁有沒有問題 過 以上少年警察隊預算審查完畢 接下來我們審查附幼警察隊 附幼警察隊 附幼警察隊預算在14-01-16-6頁 14-01-16-6頁 附幼隊 比比預算一般行政行政管理 預算金額三千零七萬五千元 夜次第六頁到第七頁總共有兩頁 從第六頁開始審查 好附幼警察隊 第六頁有沒有問題 過 過 第七頁有沒有問題 過 接下來警政工作 預算金額一百六十七萬一千元 夜次第八頁到第十頁總共有三頁 從第八頁開始審查 好第八頁有沒有問題 過 第九頁有沒有問題 過 第十頁有沒有問題 過 以上是附幼警察隊預算審查完畢 接下來最後一個是捷運警察隊 捷運警察隊的預算在十四之零一之十七之五頁 十四之零一之十七之五頁 捷運警察隊第一筆預算 一般行政行政管理 預算金額九千七百一十七萬元 夜次第五到第六頁總共有兩頁 從第五頁開始審查 捷運警察隊第五頁有沒有問題 過 第六頁有沒有問題 過 接下來警政工作 預算金額八百一十九萬八千元 夜次第七到第九頁總共有三頁 從第七頁開始審查 第七頁有沒有問題 黃婉如議員 請黃婉如議員 我們現在這個捷運警察隊 那個到底有沒有成軍 報告一座我們捷運警察隊在今年的三月十三號 我們就已經正式成立 三月十三號成立 成立到現在七個月 那還沒有捷運還沒有通行 那這些的這個員警要怎麼辦 在做什麼 這個跟一座做一個報告 當然我們三月十三號進來以後 我們就針對我們同仁做一個教育訓練 還要讓我們同仁 我們全面去熟悉 我們有二十一個站體的相關的設施 另外我們還要再配合我們捷運公司的相關的各項演練 所以說成立以來到目前為止 我們的前置作業的工作還是很多 我們要持續辦理 那個隊長啊你騙誰啊 就曾經在你們大門口站著一個那個員警 他的備章跟人家不一樣 我就看了一下我說 他說你是議警喔 他說不是我是捷運警察 他們現在已經沒有工作 沒有工作就只好去站警察局的大門口 有的到派出所去 你講的這麼多訓練 真的是在訓練嗎 或者是隨便說一說而已 那我碰到那我碰到的那個 那我碰到的那個員警是什麼 是偷偷流出來在門口是不是 包一座這個跟您做一個報告 我們捷運警察隊3月13號成立以後 然後後來的話大概通車的時程它是延後 然後我們避免說我們的警力做一個閒置 所以我們當初把我們捷運警察隊部分的同仁 我們只有留12位在我們隊部 辦理相關的一些業務 那其他的同仁我們就一直支援我們捷運各匣站的一些拍所 還回到原本的單位做一個支援 你看嘛 這個答我 我跟你講我覺得 你們就是 這個回答 以為就算了 對不對 根本就不會對於 根本就不會針對事實來做答覆 那你根本不誠實嘛 根本不老實嘛 對不對 隨便說一說 我希望你們喔 真的警力真的很吃緊啊 這些警察 這些捷運警察 還沒有通車 能夠回到原單位 有的人甚至於覺得說我待不住了 我要回到原來的單位 我要跳出這個捷運警察隊可以嗎 我們當初的話 可以離開嗎 你跟我講可以離開嗎就好 我們11月1號以後 我們的警力我們再全部都回歸到我們捷運警察隊 如果有不願意再繼續待下去的呢 或是說他本身個人意願的話 我們是尊重他的個人意願 好謝謝 謝謝黃國主義 第七頁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過 第八頁有沒有問題 過 第九頁有沒有問題 過 以上警察局預算全部審查完畢 好 接下來是民政局 謝謝 那我們請警察局離席 我們請民政局的那個 所有人員進來喔 謝謝大會主席 也謝謝一座的支持 我們陶警團隊會更努力 謝謝 謝謝 要休息五分鐘啦 好 休息五分鐘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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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请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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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吗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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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感谢观看 我们 我想我们 感谢观看 我们 我想我想 感谢观看 请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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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手持ab 这边 让我们 capt 过的手 stdt Fed过 意打angen 杀手 顶 计 下 高 单 urs 会 目的 这我 都手持啊 东 这表示说我 本帅 这个 压根 这行 这 比 这笔 这笔 其 这笔 刃 这这笔 算 这个机 删 算 请 嗯 创 真 这 这辅 这 Chad 以 这 凌 这 比 这 这 鼓 这 这 这 真 天 汎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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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这 都 这 都是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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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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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明一下 跟那個 各位一做報告 其實手持運動這個部分 陳如剛剛黃議員提到之前我們辦的方式 其實我們是有採取說 今年來報名 他如果在錫帖上 或在就是說他有提佐證資料 說他確實有手持的部分 我們是採一個抽獎的方式 但是其實他來辦的 對象部分就是說來參加的對數 其實可能就是說 要達到預期效果 我們覺得還是需要再加強 所以我們才改變方式是用 所謂配合我們聯合婚禮一起做一個宣導 這樣子的話 可能就是說他這個宣導項目 其實不單單只有手持運動 其實他還有包含我們婚禮檢約 一些禮俗 就是說婚禮檢約這個部分 是一起做宣導的 所以他這項宣導費用是結合好幾項的 宣導費用一起做宣導的 那個課長我要確認一下好 等於說這十萬塊是用在 我們所謂的聯合婚禮的 這些所謂的文宣跟這些活動上面是嗎 就是我們做那個婚禮檢約的時候 配合我們聯合婚禮 這些那個禮俗 簡化的活動 就是說檢約的活動做一個宣導 所以他宣導項目不單單只有手持運動 其實他還有包含像 我們現在說明事項這上面的部分 因為我們現在聯合婚禮 其實他要宣導一項就是說 結婚要生計生效的部分 裡面手持運動 因為這幾個字 大家比較會選擇性注意 是因為什麼 因為我們常常去的時候被放鴿子 我記得我上個月我跟陳美美議員 跟我們那個林正賢議員 去那個桃園參加一個喜宴 他上面寫說 11點30分準時開桌 結果常常說 11點30 我就12點20到 結果發現 都沒人還沒開始 我是說我是賢大頭 結果前面還有兩位已經到了 後來我再講說 他寫得這麼清楚說 希望大家準時開桌 但是客人還是沒有到 所以我們很多議員都知道 推動這個準時 手持運動可能會覺得卡卡的 會覺得很奇怪 那既然這樣子 我認為做文字修正會比較好 好不好 這個 把那個手持運動幾個字把他幹掉 其他的我們繼續十萬塊 給你繼續去辦 因為這個聯合婚禮跟 推動所謂的結婚 登記生效制 因為以前是所謂的公開儀式婚 現在是所謂的登記婚 兩個小酒 兩個簽名 去佛正室不是說 定期才有尊勝 這讓大家知道 我不知道 有來講 百度百萬一三人以上公開儀式 這樣下去結婚 現在是無效的 對不對 是 所以要推動這個對不對 是 所以這十萬塊沒有多少 我們做文字修正好不好 我們本期動議說 那個做文字修正 把那個手持運動 四個字槓掉就好 好不好 謝謝 謝謝 請葉明月議員發言 對不起 我要吃發言 我想這個部分 我剛才說過了 經費沒有很多 如果你落實去宣導 我們都OK的 可是你這個根本 剛才你自己都講 一點成效都沒有 是不是這樣子講 你剛才有沒有說這個效果不好 你有沒有這樣子講 剛才我們科長講法是說 剛剛針對每一個婚禮去給他 然後你剛才說 是聯合婚禮來做宣導 你要知道 桃園市一年有多少人結婚 那你就針對那個一百多對 針對那個七十幾對來做宣導嗎 如果經費不夠 你可以多編 但是你不能夠有歧視啊 你不能夠去分區啊 說這個聯合婚禮的 我才來宣導 你其他結婚的 你也不能這樣啊 是不是這樣子 不是這樣子 因為我們是配合要做聯合婚禮的時候 其實我們前次 你給我做合理的 你給我做合理的這個答覆 我可以 我可以動議 我可以修正 但是你要給我合理的答覆 好不好 你給我明確的答覆 跟一座報告 其實我們因為現在聯合婚禮 我們受禮的對象 是今年度 就是說這個年度 他有登記結婚 或者是準備要結婚的新人 都可以來參加 所以我們宣導的對象 並不是那參加的80歲或100歲 他其實是針對 今年已經想要結婚的部分 這樣子啦 我修正 剛才我是想刪除嘛 對不對 既然有議員認為說 這個 這個什麼 什麼 什麼手勢 你給我做明確的這個說明 我暫時擱置 好不好 給我做明確的說明 好不好 好 詳細的說明給大家 讓大家了解 不然你這10萬塊花在哪裡 不夠沒有關係 我們可以再編 對不對 但是你不要10萬塊錢 花得莫名其妙好嗎 好我暫時擱置 好那葉明月議員主張 這10萬塊預算擱置 有沒有人服議 沒有其他意見喔 好擱置 第45月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好我們請 李林曉鳳議員 那個局長 針對喔 這個 聯合奠記這個650萬 我是覺得說喔 這個聯合奠記喔 因為我發 我去參加過 但是問題是喔 又非常的不巧 讓我看到 這個 這個 商宅的這邊喔 其中有一位 家屬喔 既然是給我開面路去參加喔 我真的是當場傻眼 我是覺得說 當然啦 家境不好 我們來幫忙 這個是 大家都 本來這個預算就是要這樣做 對不對 但是問題是說 既然家境不好 還可以開 兵士車子去喔 這個 這個讓人家真的是匪夷所思啊 是不是說 這個在 針對這個 每一個的這個家屬的 他們的家境的問題 能不能查清楚啊 不要說 又有申請 然後他 目前 他的那個什麼 目前的這個財產的各方面 的狀況 是低收 然後 我們就 把他 列入 但是問題是 他的家屬 竟然是 這麼的有錢 這個部分喔 我是希望說局長 我們是不是審查喔 要徹底一點 弱實一點 我跟議員報告 像我們 呃 這個 去年喔 就今年 今年到今年嘛 那個其實 這是今年發生的事情啊 低收入戶的 經濟失落者的 居多 那 其實有五位 是民政局受理的 是比較條件特殊的 那您說那一位 如果說是 開Benz 其實我想 五都都沒有在審 那我想 我們自己可能 你會 討論看看 因為他的家屬 因為我想 這個部分 每一個 每一個代辦的一些業者 他們都非常清楚啊 那表示說 他這些家境比較困難的 那我們民政局 也沒有說 確實的去 到府訪查 查看 也都沒有啊 是不是 才會發生這樣的 這個情況 那第一個 我是希望說 你門檻拉高 第二個我是覺得 要落實一點 要不然的話 你真的是很難 很難交代耶 好不好 好 好 謝謝喔 那 好 請 林正峰議員 有人提到 我就順便問你了 你這個應該 不是有那麼 資格限制吧 呃 原則上喔 會利用這個 聯合電器 因為他這個 費用是比較精簡 聯合電器 你們的主題是說 家境貧苦的才參加 還是什麼人都可以參加 你資格要訂出來嘛 原則上他是 經濟弱者 會參加聯合電器 所以你要訂清楚啊 像林鄭議員講的 我會了也可以參加 這樣 省省省事啊 不用我改節 拜到要死了 大家都做一個辦桌就好 因為我們以前都沒有發現 你不下一個典範你知道嗎 所以說你要分清楚 有沒有資格限制 你沒有資格限制 因為我們林鄭議員 要不捐錢了喔 你是 有錢人我們要捐錢 幫你做聯合電器 幹什麼 說你要 看你這個 戶在節育限制 這樣我們 醫療 所有資格團體不會捐錢 我知道 我們蘇珊爺 每年都給我們捐 對啊 我們捐幾十萬啊 你說這是有錢人來參加 那我們就不用捐了嘛 給他收費就好了啊 所以你要做一個離心啦 經濟弱者是真的佔大多數 冰藏業也在緩談啦 每一個都進來冰藏業要關門了啦 冰藏業要關起來了啦 因為在整個數字來講喔 他還是佔百分之一點多 所以你要有一個資格限制好不好 是不是要一個資格限制 我們再來討論看看怎麼樣去做 好請黃婉如議員發言 那個聯合祭典的主要的議員 是在哪裡 專政理所 科長比較清楚 跟各位議員報告 聯合奠記其實他的前提是說 其實就跟我們聯合婚禮一樣的意義 其實他是在做那個上禮的檢約 那剛剛議座有提到說 所謂低收入戶的部分 其實我們經濟弱勢的 當然是我們優先要幫助的對象 但是其實我們目前如果是推聯合檢約 這個聯合奠記的部分的話 其實我們還是 目前我們參考五都的資料都沒有做這個限制 其實我們的意義就是為了要推廣 那個店裡能夠節省經費 其實議座剛剛有講那個特殊案例的部分 其實在我們這邊來講的話 跟議座報告 其實我們真的碰到 要有經濟弱勢需要優先協助的部分 我們一定是把它排到優先的對象 所以剛剛講這個案例或許是一個特殊的案例 那這個部分我們還是會注意 但是跟各位一座報告就說 聯合奠記它的宗旨 其實它是為了要辦商禮 我們可以簡約那個費用 希望大家來做詳益 好 那這個是最主要的一個目的 並不是說替一些經濟弱勢沒有錢的人 給它辦商禮對不對 是的 是不是 所以叫做什麼愛與尊嚴是不是 好 局長我想你應該弄清楚 幾乎每一場的聯合祭典我都去 我跟你講 當然這個對於政府的政策的認同 應該是我們應該要給它拍拍手鼓掌 這叫做節約 節約一些的那個節約商禮的這個費用 大家一起來 是不是 我覺得這很好啊 為什麼要排富呢 是不是 甚至於我看到還有將軍也去 他們認同你們覺得我們辦得很好 覺得這個可以節約一些的社會的資源 這是好事啊 是不是 所以科長你要講清楚 你不要歪曲了 你沒有說清楚的話 讓人家誤解了聯合祭典的意義 我告訴你啦 如果講說那是沒有人愛的 那是窮人家的這個 是政府替他們收私辦的這個商禮 我告訴你以後你們不用辦了 以後你們真的不要辦了 我相信我是最支持這個聯合祭典的 每一場幾乎我都去 我就是要讓人家知道說 你看大家都關心 是不是 是 並不是說 這個沒有人要的 丟給政府去 去收私的一個活動 局長你要解釋清楚 你連聯合祭典的意義你都弄不清楚 請你說 好 謝謝喔 謝謝導演 請楊朝偉議員 謝謝主席 警長再說明一下 我想因為剛剛9點鐘 逃兵就有一場了 愛以尊嚴這個 我想我想我自己有親自參加 那我想現場不管是什麼身份 那當然剛剛也出現一個問題 不是說針對於我們這些什麼 中低收入戶啊 弱勢家庭 實際上突顯出可能 一個家庭在辦後事的時候 他的規費他的價格 可能會不一致 可能會不一致 有些人可能會花很多錢 那希望能夠辦理這個聯合的話 是能夠讓家屬能夠節約 能夠少花點錢 所以說你在對於未來這個部分 是不是當然我想以弱勢為 其他的像要一起辦 是聯合所謂的 你剛才講我這邊有特別照相 愛與尊嚴 聯合電器 這部分是不是有一定的標準的金額 譬如說我大概說 我們希望大家都能夠 辦一個很有尊嚴的後事 大概我們如果說 我們桃園市政府來舉辦這樣子的話 大概金額多少錢多少錢多少錢 大家一起來參與的話 我覺得那個會比較好一點 像今天的話大概好像只有八位而已 只有八位 每一次八位 對八位 所以這部分我想 未來希望大家能夠來推動一下 如何來解約 解約對 解約的部分 然後又能夠莊嚴的送人家 送這個往生者最後一層 這個是比較重要的 當然身份的部分 裡面今天我去參加的 當然也有老師退休的 也有很多身份 但是我想是不是弱勢 那我們是另外一個問題 那我希望說這個 既然這個活動 這個政策是很好的 我們要如何推動的狀況之下 一些相關的配套說 你一定要做出來 要不然的話 就剛剛妳講的很多的問題都會浮現出來 我們既然要辦就辦好一點 再檢討 我們建議的部分我們都有做修正 那我希望明年我們再去看 跟今年的感受是不一樣的 對 能夠比現在更莊嚴尊重一些 有一些小細節要多注意 能夠讓往生者走的 還有家屬這方面 能夠再細緻一點可以嗎 對 好好不好 謝謝 好 那針對四十五 蔡永芳議員 我要請教一下 這六百五十萬 是我們往生者 從往生一直到所謂的工技出去 整套的都幫他服務好就對了 是不是 那我們有一個SOP的流程 對 那像 其實我是蠻贊同這個 因為台灣人說 財政一個土豆 比較容易使用 你拜一條豬頭 其實這其實是一個 蠻不錯的一個所謂的 我們的傳統風俗信仰 的這個科以理的一個 改變的一個方式 不要說創成這樣 有人在上頭創十多點 無依無疏 扁扁扁扁扁 又那個妨礙安寧 這是非常好的一個 所以說那個 如果 認同我們市政府 做這個所謂的 這樣會讓別人認為說 像黃文議員說的 好像 來參加的人 都是所謂的 比較經濟弱勢的人 這是不好的 來參加的人 都是認同 我們市政府 辦這種所謂的 莊嚴隆重 簡約的這個科以理 應該是這樣講才對 所以說 這個應該要廣為宣傳 往生者 往生 只要打個電話 到1999 我們會轉電話 會有這方面的服務 從頭到尾 都會幫忙 是不是這樣講 是不是這樣 沒錯 局長 我想 這個 從 這個倒下的那一刻 我們就 大體 我們就會去 就把他再送回來 都會來幫忙 到最後 我們 弱化完畢 這個完成 啊 家裡可以聚靈嗎 很多人在乎是說 我家裡要聚靈 親朋好友可以來幫忙 其實現在我們那個聯合電器 它主要是說 針對我們智商費用的部分 它有一些可以簡約 由我們政府部門 來做簡約的部分 從遺體接運一直到 火化完成 由我們工部門 做電禮部分 可以完成的部分 都沒有問題 那議員關心說 所謂樹林其他的 冰檔服務部分 其實來參加聯合電器的家族 有一些他們還是會委託 其他的業者 做包含剛剛益座講的 樹林等其他的 那個冰檔服務的部分 所以其實它是跟 業者的服務部分 其實是沒有充足的 等於說 反正只要請我們 那個市政府幫忙 其他額外的 我們可以跟那個 所謂的殯葬禮儀公司 做這個所謂調整 對不對 他們殯葬服務業者 就變成說 他沒有提供服務的項目 像我們政府部門 如果目前我們聯合電器 是有20項目 對 他就是 對 他就是 有20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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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個部分 就是說其實在我們 評鑑的時候 他們收費標準 其實他們 業者部分 報過來我們這邊的時候 剛剛 一座可能誤會是說 由我們 兵葬 就是那個 聯合電器承包的廠商 來做兵葬服務 其實不是這樣 他就是說有些部分 他還是由其他 已經 那個合法立案的業者 他來做 兵葬服務 只是他 參加我們聯合電器 這個部分 只要我們免費提供的項目 他是不會另外收費用 好 謝謝喔 那針對45項預算 請林鎮峰議員 我還沒聽懂你的講法 你說我們一般的 團體活動是不收費嘛 那其他的 如果貧富火葬是我們付錢 還是他們自己付錢 那個 從遺體監運到火化 就是我們公部門 規費的部分都是由我們來負擔 這個也不是從 對嘛問題在這個地方嘛 是 從頭到尾火化還是你們出錢嘛 是 所以一般申請過來 都全部你們出錢 讓他申請過來的 有的殯葬業 家人跟他說點 他也不知道 被賺錢也不知道啊 所以你要公告這個內容 我們辦的內容是哪一些 有二次項服務的 有沒有公布出來 他家裡有錢的人 你幫他出火化會 就不公平啊 所以你要做一個七個 那個告別市店裡的場所 我們提供免費 對不對 你活活這些經費 貧富我們負 不是貧富要自負 才公平嘛 對不對 其實跟郁柔報告 其實現在聯合電機 因為他在我們現在 一年的總死亡人數裡面 大概才百分之一點多 其實我們希望 不管是多少 那你要一個 不然他也問你 你不知道啊 要錢不用錢 因為我們現在是希望說 其實現在很多家屬 他的想法還是希望說 他有錢的話 自己來辦上次 沒有錯 他有一些投機業者 會轉過來給你做火化 你出錢嘛 一個人火化多少錢 你說這個我們來檢討啦 好不好 因為有些火化沒有 你說你 我們宮殿裏 全部我們出沒問題嘛 華視我們請都沒問題嘛 對 你火化的經費 我們全部出 那你政府怎麼辦 意思說 儀式由政府辦 然後火化也可以考慮 還是有商家 不是 貧富我們幫他出火化錢 沒關係嘛 只要你是貧富地收入責 他幾千萬人 你給他出火化的錢 當然我抗議啊 我想我們這個 可以檢討 要做一個七格啦 好不好 我不是反對你啦 那你變了650萬 那個其他 那個一些 捐證的有多少錢 有沒有在裡面 因為捐證齁 那個 我們是捐到社會局的愛心專戶 沒有到你們這邊 沒有到 那今天我們簽幹嘛 簽證出來是 被聯合公計的錢 用你移到社會局去給社會局用 根據做報告 他是捐到社會局的愛心專戶 但是他是指定使用項目 所以他不能使用到其他的用途 他還是用在聯合電機上面 聯合電機社會局有負責錢嗎 他是在那個社會局 他是先 我們這個部分是從社會局的愛心專戶部分 這樣不對了啦 聯合公計會換成聯合公計的客戶 不能建給社會局啦 對不對 我想還是這樣 聯合公計建給社會局 你們來付這個錢 那錢哪裡去 檢討一下 因為議座提出來就是說 適當的對象 適當的服務內容要怎麼檢討 你給我們社會局收聯合公計 00萬1年50萬 你給社會局 你這邊用公交的錢 那不對啊 因為報告 其實他是專款算用 他上面都寫專用 還是要在聯合公計這邊 不然你名不虎實嘛 那個 郁州報告 他是收入來 收入是由愛心專戶收進去之後 他支出的同時是知道 在這邊的電機這個 下不來 社會局有支付的錢嗎 好 謝謝喔 針對第45頁還有沒有其他意見 好 請李光達議員 謝謝主席喔 那個湯局長 參科長 我覺得你們在辦這個聯電 這幾年來 因為都有長組的進步 我想民意代表 根據我們市民 或商家的反應的部分 都有逐漸在落實 再來提升 落實這個愛與尊嚴 我想 站在我們政府的立場 要給市民 多元的選擇 能夠莊重 尊禮 恭敬心 讓我們往生者 非常的有尊嚴 來走最後一層 我想這個 我們在殯葬園區 殯葬所 都有落實這個 聯電的這個一個宣導 但是我想說 這個只限於貧富的話 我想這個 我們的殯葬業者 他會本於 他們會自動篩選說 這個商家 他們家的經濟能力如何 如果說他一般的 世俗上的一個價位 他實在沒有辦法去支付的情況之下 他自然會去宣導到 我們引導到我們的聯合電機過來 我想 針對業者 我想 充分了解他的規定 我想你們應該有去做嘛 是不是 再者 現在是世界村的一個觀念 很多科技業者 還有現在人丁擔保的 越來越多 如果說我沒有 沒有那個人 人民 或者說他想要 非常的簡約 因為他人長期可能在中國大陸 或是在國外工作 我可能只是林蔚樹立在那一邊 他能夠接受 他的家屬 或者他的旁親 都能夠接受這樣的一個 辦理的一個方式 等到 在所謂的告別式 透過聯調的方式 他能夠接受的情況之下 為什麼不做 我想要多 開放多一點的一個選擇 這樣是不是 是 所以你說 覺得說開什麼車 或是說他不能這樣來做 也約制太過 我想 也 不要太過於去 因為我想 站在遵理的立場 政府的立場 從民間的角度 我們當然是鼓勵 簡約 但是現在的產業一片蕭條 殯葬他也是一種產業 我想我們也不宜過度 去介入 讓市場機制去決定 只是說 我們業者有沒有盡到說 經濟能力沒有辦法去支付的 他有沒有引導到走上我們 市政府 還有這一項的一個 最後的一個服務 是不是這樣做 是 我們還是會 另外我想這大致上 都是偉伴 我比較想了解說 我們在篩選上 他的標準 我想現在 禮業也很競爭 我想大家素質都其一 這個零選上 我想就是說 公開透明 這樣是不是會更好 是 我想應該也會去注意 往後登記的那個 往生者的一些家庭的背景 我們也大概會去了解一下 是 但是我剛剛提的 你也不能關掉這一扇門 是不是 我想 有些人丁真的是很擔保 他也沒有時間 花費在說他的家人 他的長輩 後世的部分 這我們也給予尊重 是不是 好不好 我想希望各位議員 對這一點 可能也不要太過於 苛刻啦 好不好 這位議座如果有什麼建議 隨時可以 好 請林振鋒議員 剛才財政局解釋 這一筆顯示 社會局的 那個聯織工具的監管 專案撥過來對不對 對 所以我們是兼給社會局做 一些專案的補助監會 你如果說來做 所有的百姓 就跟監管的一點就不同了 跟議座報告 那個愛心專戶啊 那個是社會 社會救助的一個愛心專戶 對 那那個錢我們捐進去 他有 專門轉用 專戶捐進去轉給你們 來辦這個活動嘛 所以我們聖經人士 跟各大寺廟是 兼給你辦 那個愛心的嘛 經常也不夠 不是兼給所有的縣民啊 跟議座報告 那個金額不夠 但是社會救助那筆基金 還是會足額給我們 就是 他們是社會救助兼的錢 不是兼給你們 幫所有人辦 辦喪事的錢啊 對啊 所以 社會救助應該是弱勢的 對不對 所以你用途就要去檢討啊 社會局會送過來給我們很多個案 社會監柱 你也就是有沒意見 你市政府要另外去辦幾百場 你自己編錢 不要用他們的 社會監柱的錢 社會監柱的錢 要不要管錢啊 將來我們社會監柱的錢 你是不是要去做人請 要去照獎勵所有的辦公室 你自己編金會 不要用社會監柱的錢出來做 要不要管錢 我跟你說 有一部分 跟一座報告 他其實 有一些費用減免的部分 是我們市政府本預算 他並不是用到那個基金的部分 你這是狀態尊用啊 對 狀態尊用 其實針對參加聯合電機 我說這樣很清楚 不要把社會人事監的錢 來辦一般百姓的工具補助 會影響人家贊助的意念 好不好 我是不反對 你全線一起辦免會 我也沒意見 議員提出來這樣 對不對 先解釋一下 好 謝謝 各位同仁 針對第45頁還有沒有其他意見 還有 過 第46頁有沒有意見 過 好 接下來 民政業務宗教工作 預算金額兩千一百零二萬兩千元 夜次47到49月 總共有三月 從47月開始審查 好 針對第47頁有沒有意見 過 48頁有沒有意見 好 請蘇翠玲議員發言 對不起啊 其實我對這個預算 我是沒有什麼意見 就是在0279 一般事務費裡頭 辦理多元宗教信仰交流活動 我沒有意見 那但是呢 因為我在宗教課裡頭 都沒有看到其他相關的這個 有關宗教的 除了另外兩個補助的部分 那我要講的是什麼呢 是 我已經講了很多年 有關我們神壇管理辦法 那我們也都知道 其實按照規定 在我們的那個都市計畫裡頭 規定的很明確 在住宅區裡頭 是不可以設置神壇 那當時我記得 在多年前你們也開始在清查 然後列策 然後也說神壇呢 就不得再增加 對不對 可是我們這幾年看來 這個神壇不減反增 而且增加的幅度 這個越來越快 然後在隨便在一條街上 一下子一眨眼 就一個神壇設立起來 那這個最近這段時間 也陸續聽到很多民眾 為了他們的住家附近 設了神壇以後苦不堪言 特別是只要設了神壇 這是民眾在講的 設了神壇 他們周邊的房子都賣不出去了 然後呢 自己要飽受那個噪音 跟那個空氣污染 那可是他們每次在問 他說奇怪 我們要檢舉跟誰檢舉 打到派出所派出所都不理 我說應該民政局 民政局有一個宗教科 但是沒有人知道 所以很顯然就是你們在這個業務上面 你們在管理做的也不夠好 然後再宣導的也不夠好 覺得即便民眾他想要檢舉 他自己主動來擔任稽查工作 然後他都不知道應該要跟誰來反應 那我們看到說 那你們早就已經確定的事情 就是說在住宅區是根本不可以設立神壇的 可是為什麼你們已經做了列策了 然後列策之後 我們沒有看到你們有任何去輔導他 請他轉型或者是遷出住宅區 然後反而看到更多的在這個神壇 在住宅區裡頭建立 那你們現在有做過清澈嗎 有 你們的清澈裡頭現在是多少呢 目前神壇的部分是532家 絕對不只這個數啊 是針對神壇的部分 就神壇啊 當然有廟宇 我們當然是沒有在我們討論的這個範圍 我們講的神壇就是在住宅區裡頭 然後設立的那種就是神壇嘛 對不對 我是這樣子啦 我不反對這筆預算 但是呢 我看不到宗教科在這個神壇管理上面做出成效 所以我希望憲哥自把你現在統計出來 好我們針對蘇翠玲議員喔 三百萬辦理多元化宗教信仰活動擱置處理喔 有沒有人呼應 有沒有其他意見 沒有 擱置 針對第48頁有沒有其他問題 沒有 過 49頁有沒有問題 過 好以上是民政局局本部預算 接下來是 我們休息十分鐘 中場休息十分鐘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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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輸入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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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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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